今个星期六就是重阳节加上又是周梅 我相信很多港州市民一定会上白环山 什么什么罗浮山之类去登高祈福 到底今年有没有管制措施呢?一定有的 怎样管制市民登山怎样才更加方便呢?看看 今个星期六就是重阳的登高日 为了避免出现涌岛的情况 广州市政府已经成立了白环山登高的安全工作指挥部 在当日还会有部份的公交线楼实行通宵运营 近年来重阳只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的传统哲人 而广州白环山的重阳登高人流就一年多过一年 当然是饭后才过来玩到看着时间 看着有车搭回来才行 看着公共车搭回来 打到最后12点 为了疏到人流 广州市制定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从15号刚刚6点起 广原路部分路段禁行货车 白环山各大门前路段就禁止机动车洗饮 与此同时增加完线公交站点的运力 并增设三个临时的士上落客点 另外从阳当日 白环山的门票和缩道票价将会比平时加价5元 摩星嶺还会实施南上西落的单向行走管制 由于担心到时人流太多 有市民就计划实施错峰登高 而气障专家就预计 从阳至当日天气良好适宜登高 不过市民最好多戴一件外套预防感冒 16号整个广州和广东的大部分地方 天气还是比较情好的 风会略为大一点点 对这个登高还是非常有利的